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传 平台打算改台赵露丝与刘宇宁的新剧《朱连玉幕》接档 正在加紧后制当中 消息一出 全网暴动 纷纷敲碗期待《朱连玉幕》快快播出 谭松韵果然很能抗拒 他搭配徐凯的都会职场剧《你比星光美丽》 放在暑假档播出 即使对打杨子与谭剑刺 更为张婉逸与王红逸合演的人气古偶剧《长相思》第二季 依旧创下佳季 甚至好到问鼎湖南台的今年戏剧的收视年贯 也因此 谭松韵与郑叶成主演的新剧《赎景人家》 优酷平台打铁趁热定于9月上线 然而 却因男三张浩为突然爆出嫖娼与逃税丑闻而生变 张浩为应在庆余年扮演太子一角广为人知 如今 人品他房沦为劣迹艺人 让平台与赎景人家剧方陷入困境 考量如果要换脸 势必得付出高额成本 眼下剧组预算相当吃紧 且即使换脸也需时间准备 权衡之下只得让出档期 据悉 赵露丝和刘宇宁的古装剧《朱连玉木》有可能临危寿命先行播出 该剧被优酷视为年度重点大戏 与赎景人家都是描述经商致富的大女主成长题材 日前刚刚过审 集数由38集变为40集 接下来演员要开始配音 就看配音进度以及招商能否在9月前完成了 由于优酷一直想让《朱连玉木》早点播出充业剂 很努力赶功后制 但依照目前的进度 9月赶不及的话 就放在11月上线 因为每年10月 11月临近双十一是招商大月 也是厂商的必争之地 各大平台推出的既受看好又能撑场面的大戏 足见优酷对《朱连玉木》的重视 你比星光美丽热播时 很多人都说 谭松运配不上徐凯 两人站一起没有CP感 不是很和谐 徐凯的长相无消多说 是大众公认的大帅哥 加上187厘米的大高个 模特身材 作为偶像派男主 真的太完美了 因此与他搭戏的女主 如果没有相当的实力 还真的容易被人诟病 谭松运长着一张娃娃脸 一双大眼睛萌萌的 表演时非常灵动 但缺点也比较明显 就是面部立体感不浓 可他和任加伦主演的紧一之下 却被网友直接封神 不仅演技生动 非常吸引人 每一个装造都十分好看 放大了他的优点 掩盖了他的缺点 由此可见 选对装造师对一个演员来说 多么重要 你比星光美丽中吐槽最多的 除了他的长相 还有身高 谭松运162厘米的身高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中国18至44岁女性 平均身高为160厘米 可见 谭松运并不算低 然而跟187厘米的徐凯站一起 似乎就很不协调 不过依然有很多网友觉得 俩人配合得很默契 感情自然真实 观者也不由心生欢喜 俩人站在一起 形成最萌生高差 倒是添了许多可爱 小鱼也是这样认为的 此外 谭松运和林根星在 《请教我总监》里的表演 也很搞笑 而且也形成最萌生高差 站在186厘米的林根星面前 小小一只 十分萌动 大女主的内核 瘦瘦小小的身体 反倒形成强烈反差 使得角色更有魅力 谭松运的优势也非常明显 大眼睛 圆脸 脸蛋带点可爱的婴儿肥 尤其是她扎个高马尾的造型 简直就像高中生一样 清纯可人 如果不说的话 谁能看出 她已经34岁了 她在《以家人之名》中的表现 十分出彩 当年已经30岁的谭松运 扮演一个高中生李尖尖 居然毫无违和感 反倒十分讨喜 话说回来 现实里的她们 一个个颜值能打 真是让人眼禅心扬 超级期待她们在剧外的精彩 这部剧里头 谭松运饰演的季星可不简单 她在职场里头被卷得晕头转向 被投资人忽悠 被老板套路 这日子过得真心累 但她不认怂 毅然决然地选择单非创业 妥妥的理智派大女主一枚 有粉丝现场提问 从校园菜鸟到公司老大 这跨度大不大 谭松运分享说 当老大可不容易 得操心员工管理 还得琢磨讲成机制 这事可不轻松 看来要眼活一个角色 背后得下不少功夫 谭松运这准备功夫 那是相当到位的 话说前阵子 谭松运还跑去沙漠拍了个MV 那画面感简直了 风缭乱了她的秀发 却也平添了几分也性美 她一身黑白look 简约而不失格调 再配上那色彩斑斓的 宝石项链和玛瑙手链 整个人就像沙漠中的精灵 背景干净利落 她那一抹温暖的笑容 仿佛能治愈一切烦恼 跟那些拼命三娘的女星比起来 谭松运简直就是一股清流 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 治愈系的佛戏范儿 出道这二十年 她啥角色没演过 简直是个百变小天后 一提到谭松运 很多人脑子里第一个 蹦出来的就是 《甄嬛传》里的那个她 那张娃娃脸 吃东西的样子蒙翻众人 纯真无邪的模样 让人记忆犹新 她在剧里的角色 单纯地像一张白纸 可惜在宫斗大戏里成了炮灰 不过 你可能不知道 《甄嬛传》之前 谭松运就已经是老戏骨了 什么 好好过日子 我的燃琴岁月 她都玩过一把 《甄嬛传》播出后 那帮主演配角们 可算是火得一塌糊涂 蒋星 孙丽自不必说 爆款巨接到手软 蔡绍芬本来就有名气 其他人像蓝莹莹 热衣扎 毛小彤也纷纷逆袭成功 至于蓝希 陶欣然 综艺节目的常客 到现在还时不时拿甄嬛传说事 但谭松运呢 红了之后可没闲着 马不停蹄地投身下一部作品 从不吃老本 这骨子拼劲 也是让人佩服 在今年播出的都市偶像剧《晨欢记》中 杨子也和徐凯演过恋人 童星出道的杨子素来以演技被人赞颂 但《晨欢记》里的他跟刚刚收官的长相思比起来 演技就显得平淡了一些 长相思里的杨子 表演非常有层次感 真实接地气 高潮迭起 贡献了很多名场面 正因为有这样的实力派加盟 长相思被网友高度认可 香蜜沉沉浸如霜里的杨子 演技也是非常厉害的 并且凭借该剧获得第24届华顶奖 中国古装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提名 她和肖战主演的《余深情多指教》很好看 只是演技也没那么突出 如此看来 都市偶像剧里 仿佛真的用不着拼演技 在看脸的时代 杨子五官很漂亮 脸就略显僵硬了 有人说杨子整形了 可整形不是娱乐圈公开的秘密吗 长相作为一个演员的加分项 为何不整 天生的大美女固然好 可并非人人都天生励志 况且天生励志的 也未必能当演员呀 从家有儿女里 瘦瘦黑黑的下雪 到如今婷婷玉丽的白富美 杨子的蜕变 大家有目共睹 如今的杨子 确实面部表情不像谭松韵那么灵动 但除此之外 长相几乎没有缺点 况且人无完人 大家要求也不要太苛刻吗 戏外的杨子 看起来清纯淡雅 不笑的时候 有点高冷 笑起来两个尖尖的酒窝 增添了许多可爱 都市距离的她 诸如欢乐送 亲爱的热爱的 或者于申请多指教 形象都更加生活化 仿佛林家小妹 成欢季礼 杨子和徐凯站在一起 俊男美女 十分扬眼 看起来一点也不突兀 真是不必不知道 杨子身高居然有167厘米 算是中等片上了 作为和谭松韵年龄相差三岁的同龄人来说 两人都是影视圈的佼佼者 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经典作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